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今天我们来聊的主题 相信大家都会很有兴趣 这个主题就是 看起来个性不合却意外的合拍 来聊的就是 十二星座最佳好友大公开 那么其实我必须说 大家可能对于星座的了解 比较需要再加强一点点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以为 对方跟我们不合是我们的以为 而真正的好朋友 往往在我们的命盘里面 一定都有同元素的组合 什么叫同元素呢 就是大家都有星座火象星座 白羊狮子射手 或是都有土上星座 金牛处女摩羯 或者是都有风向元素 双子还有天秤以及水瓶 也可能都有一样的水象元素 巨蟹 天蝎 还有双鱼座 只是你不知道 其次一定都会有相似的元素 火象跟风向呢 被我们称为是阳性星座 因为它们的能量的表现是 向外的展现自己 向外连结的 或者是都是阴性的星座 就是土象跟水象 它们比较喜欢熟人 自己人或者是比较内敛 所以其实你跟你的好朋友 一定都有这些组合 但是你们会觉得彼此不一样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聊咯 第一个我们人呢 很容易啊 跟自己出生月份 前后两个月的星座呢 特别容易成为好朋友 比方说呢 如果你是太阳在这个 这个狮子座 那你可能很容易跟前面的什么 巨蟹啊 双子啊 变成好朋友 或者是后面的什么 处女啊 天秤啊 成为好朋友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其实我们的太阳星座啊 金星星座跟水星星座呢 是非常非常靠近的 那么往往呢 它们会是同一个星座 也可能呢 就在隔壁 那一个人呢 太阳呢 同样是在这个世座的人 他的水星星座 可能会差一个星座 也就是太阳世座的人 水星可能是在什么 在前面的巨蟹 然后在自己的狮子 或者是在下一个处女 那么同一样的这个星座 你就发现 它可能会跟前后的星座 在沟通上面比较顺利啊 可以聊得来 另外呢 金星呢 很容易在前后的两个星座以内 比方说 你的太阳在狮子 那你的金星很可能是在什么呢 双子 或者是巨蟹 还有呢 狮子 以及后面的处女跟天秤 那金星是跟我们人跟人的相处是有关的 你怎么样去展现你的魅力 或者是怎么样去对待别人 那么当你用这个金星很舒服的方式 对待别人的时候 别人就觉得你很好哦 会跟你有比较多的契合 所以 人很可能是有这样的原因 那当然 如果你就是觉得呢 彼此的星座不太合 但是又是好朋友的话 往往可能是因为 看起来你们太阳星座都在基本 都在固定 都在变动 可是其实你们真的里面哦 其他的一些组合 会有同样元素 什么样的组合呢 我们今天举三个 第一个 请看你的月亮星座 好 月亮跟我们的情感情绪是有关的 然后呢生活习惯是有关的 所以当你的月亮星座跟你的好朋友 同样的元素 火风水土 或者是呢 这火象对风象 或者是土象对水象 这个都是很好的 那再来呢是你的月亮星座 对对方的太阳星座 彼此也互相支持 以及呢 月亮星座对对方的金星星座 也是一样的 好 所以呢 你会发现 当你们有这三个组合的时候呢 特别能够聊得来 或是有一个默契 随着时间的加长 能够怎么样好好相处 我们举一个啊 大家这个比较熟知的例子 就是Blackpink 他们里面有四位成员啊 那第一位呢 Jenny她太阳是在摩羯座 月亮在天蝎座 金星在双鱼座 那都是怎么样 所谓的阴系星座 再来呢 Lisa她太阳在白羊座 然后呢 她的月亮在天蝎座 看到没有 她跟前一位是一样的月亮天蝎 然后她的金星在白羊座 好在呢 因为这个月亮天蝎的关系呢 这两个人就可以有连结咯 那么我们看下一位呢 智秀 智秀呢 太阳她是在摩羯座 月亮呢 可能是摩羯 也可能是什么 水瓶 她的金星在天蝎座 看到没有 金星在天蝎 所以她又可以跟 月亮在天蝎的前面两位的队友 这个有些互动 那么当然 本来就是金星一样在这个水象星座 当然也很好 那另外一位呢 就Rose 她的太阳呢 是在什么呢 这个水瓶座 可是她的月亮呢 是在摩羯座 有没有 一直听到摩羯跟天蝎 然后她的金星在双鱼 又是水象星座 所以你看 四个人的个性不同 看起来不同 来自不同地方 可是为什么可以走的那么长久 还很合拍 就跟这些 他们这个命盘里面啊 太阳对月亮 月亮对月亮 月亮对金星 是有非常大的关联的哦 所以大家 从这个 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内容里面 你就可以找到 为什么她跟你不合 可是她却是你的好朋友了 当然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不论呢 我们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最后 其实我们都是要怎么样 基于别人 基于跟人的互动 来了解我们自己 这就是 研究詹音学最有趣的地方 我是苏菲亚 希望你会喜欢这个单元 我们下次再聊 拜拜